有国外男子居然生了一千个娃 咋做到的呢 是在全球几大洲疯狂的娟 还自称自己是在做慈善啊 最近的这些女性得知自己的孩子 一夜之间多了一千多个兄弟姐妹 感觉被狠狠的背刺了 就把这个男的揭发了 这个事被网飞拍成了新的纪录片 叫拥有一千个孩子的男人 这是看得我大开眼界 这个奇葩男主呢 叫乔纳森啊 荷兰人 他原生家庭呢 就有七个兄弟姐妹 可能因为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呢 慢慢这个乔纳森的心里就有点问题 2006年25岁的乔纳森 跟一个不能生育的朋友聊天之后 他就萌生了这个娟的想法 慢慢的发现 当他把自己金色长发 蓝眼睛的照片 发到相关网站上 还挺受欢迎的 不少女童啊 单身女子啊 伴侣无法生育的女性啊 就来联系他 据他说啊 自己心态软 实在不忍心拒绝那些想拥有孩子的人 但是当那些受捐赠的女性 拼凑出事实真相之后 发现这个货 就是个谎话连篇 想开枝散叶想到风魔的繁殖癌 咱都知道 专门帮助生育的机构啊 啥的 一般都会对捐赠者的身份严格保密 但是生孩子这一辈子的大事 很多人不愿意开盲盒 就会到私人捐赠网站去找人啊 乔纳森为了广撒网呢 在不少网站都用假名字登记了信息 然后和对方说 自己只捐赠生了两三个孩子 每次见面 他都装得很优雅身 是有艺术细胞 炫耀自己全世界到处旅游 受赠女性的就挺满意 比如这位就是纳塔利的母亲啊 他的儿子就是通过 乔纳森捐献身下的 2010年呢 他问过对方 说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乔纳森特别诚恳啊 说我打算帮助五个家庭 你们是第三个 其实那时候啊 乔纳森的孩子就数不清了 而且他有时候不仅仅是捐赠 还心怀不轨 断的给受赠女性洗脑 劝说对方自然受孕 但这么一直生下去呢 咋可能瞒得住呢 这个姐姐呢 叫尼克莱特啊 是个托儿所的老师 有一回啊 他和同事闲聊 震惊地发现 他们俩的孩子的生父 都是这个乔纳森 更可怕的是啊 几年之后 他发现另一个同事的女儿 和自己孩子 长得跟双胞胎一样 顺着这条线啊 他慢慢地挖住 他侄女的同事 他初恋男友的好朋友 还有他一个老乡 孩子生理上的父亲 都是这个乔纳森 所以这家伙都有多少孩子呀 终于有一天啊 事情闹大了 这个大哥呢 是临床胚胎学家 在一家身职中心上班 为了避免伦理问题 河南呢 规定捐献者 最多只能生25个孩子 有一天啊 专家就收到了一封 匿名举报信 说有个人呢 在网上用化名疯狂地捐 光是在荷兰 就有100多个孩子 专家大受震惊 赶紧联络了 荷兰其他诊所 大家把数据往那边一对 发现这个乔纳森 在11个相关诊所 都有捐赠啊 光是登记在册的 就有102个孩子 2017年这个事上了新闻 乔纳森也在那年呢 被荷兰妇产科协会 禁止捐献 但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这事越发越恐怖 为了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啊 这些妈妈们呢 就在网上见了一个群组 每周都会有新人加群 大家都是被骗的 好多娃共用一张脸啊 大伙儿发现 这家伙的娃遍布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 当他在网上发自己 到处旅游的Vlog 包括加拿大 美国 墨西哥 埃及 瑞典 奥地利 泰国 中国 香港 澳大利亚 可能 都是去搞捐赠啊 那这事严重在哪呢 有个概念 叫做基因性吸引 就是说有相似基因的人 更容易互相产生好感 如果这些孩子都不知情 长大以后 有情人终成兄妹怎么办 而且这种诡异的事 可能已经发生了 因为这些妈妈 有一次带着娃儿们一起出来玩 发现这帮孩子 不光长得像 还兴趣一样 笑点相同 甚至有女孩 已经跟妈妈说 自己感觉要爱上 其中某个男孩了 真的细思恐极啊 而这个乔纳森 居然还有同伙 就是这个叫李扬的人 他俩在每个网站 都用假名注册了很多账号 两个人会比赛 比如说 我这周有两孩子要出生的 你呢 甚至还会把捐赠的东西 混合在一起啊 就像俄罗斯轮盘一样 赌 看谁的孩子会被生下来 非常变态 去要查的这个李扬 也有这种手段的 剩下了425个孩子 这事可以说很惊悚啊 最终闹上了法庭 在证词中啊 乔纳森承认自己 有550个到600个左右的孩子啊 但是法庭表示 乔纳森可能已经 生变了几大周 有1000多个孩子 最终啊 荷兰法院下令啊 乔纳森停止捐献 以后每次违规 处于10万欧元的罚款 诊所呢 要销毁他捐赠的那些 以防再出现他的后代 造了这么大的孽 他还自己无辜上了啊 说自己只是想帮助那些 想拥有孩子的家庭啊 说 我命运只有500多个孩子 网飞纪录片 平常说我有1000个 关于同伙李昂的部分呢 他也坚称 这是网飞和那些 女性的诽谤 要是不下架纪录片 他就要告网飞 你说靠欺骗 生了1000多个孩子 小小都觉得太吓人了 只希望长大后的孩子们 找对象的时候 能多长点心 别遇到啥离谱的情况了